掀起的这个白浪花 翻起了这个白的这种水雾 打到这种脸上就跟下雨一样 今天去那个小浪底 水利工程去看一下 从这边洛阳市区过去应该是51 二公里 然后开车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听说小浪底现在调沙已经开始了 挺壮观的 调水调沙 然后每年应该是六月份开始 那现在就过去看看 这个就是黄河水 这跟你想象当中的这个差太多了 怎么这么清澈呀 那边是放那个水的地方 到时候转过去看一下 上边是小浪底的那个水库 下边这边出水口 然后从这边转过去 水真清啊 中间那个锁桥是现在不开放了 现在只能走这个桥 这个桥就稳定过了 那个桥现在看也是挺晃的 这边风还挺大的 不知道是不是跟那个大坝这个放水有关系啊 这个水在这儿看那个挺壮观的 冲的特别浓 这边那个水汽还是特别重啊 就水汽都打到脸上 那景区里边这环境还是挺好的 绿树 青山 地波荡漾的 还有这种棕榈树啊 这是黄河的北边吧 还有这种树 能活了不容易 种活了也不容易 那边还都有个小棚子 可以坐在里边休息 现在这边的水汽是越来越大了 一层白烟过来飘过来了 这边有一个雕塑 应该是建设方 然后地主方 还有什么施工方吧 叫什么 几个代表几个 然后中间加的那石头是代表小浪里 我国第二大 这是我国第二大水利工程 第一大就是三峡 那边那上面那个应该是个酒店 这边的水浪可及了 这边这个位置应该是最近的了 比这个大坝这个浮水口 这个震撼 它也什么背景音乐 都不如现在这个现场那种震撼 掀起了这个 掀起了这个白浪花 翻起了这个白的这种水雾 打到这种脸上就跟下雨一样 看了一下 查了一下那个最近的这个放水 应该从六月十九号开始那个调的那个开始调水的 然后应该十九号二十号二十一号二十二号 它这个水量应该是逐步往上那个增加的 六月十九号好像是两千五百立方米每秒 然后两三千三千五 今天应该现在这种状态应该是三千每秒三千五百立方米 然后到它最高高那个放水最高的应该 一个峰值应该是在四千三到四千五 应该是还会比这个更大 现在开始登这个大坝 上去看看坝上面看看效果怎么样 这个这个是大坝下边 然后堆的全是这种大的巨石 大石块堆在上面 看来来这个地方都是看那个调水 那个大坝放水 其实爬这个大坝基本上没什么人 人很少了 这个是第一次来河南旅行啊 就是借着朋友那个结婚的机会来了 顺路就到了焦座跟洛阳 其实还是跟想象的不太一样 以前呢就是去沿海地区啊 或者去南方就是火车可能路过 火车沿线上其实风景并不是那么好的河南 我这回来了还挺挺不一样的 印象还是挺颠覆的 特别是去了那个焦座的那个云台山 云台山 风景还是挺好的 又有南方的这种秀美的这种山水 又有北方的山的一个壮丽 而且它那个民宿 民宿其实现在发展的已经非常好了 就配套设施住宿已经比我想象的要高的 不知道哪去了 因为之前也是因为可能饮食方面 我本身比较喜欢南方的饮食 所以还是河南的那个美食可能并不是特别 吸引我 但其实这回来了以后 吃完以后其实还是挺好的 还是能吃吃到口口的那个美味的 而且价格价格也不贵 尤其在景区里边 没有那种漫天要价 买水啊买小吃啊什么的都正常价格 比下边市区略高 但是高的幅度都完全能接受 而且它那个景区统一的管理 挺到位的 快到了一个平台 你搞多少钱啊 两块这个老冰棍 老冰棍 要不要 多少钱 两块 要 要一个呢 先要一个 哦 复了 坐一会儿 大家 您这从天从下边把这个把这冰棍啊什么饮料都背上来 这个够辛苦的 哎呀 这个车啊 你看 这个摇人看 这个 我找个晚点来 你去看 你去看 那会开车 开车 开车 那会开车 那会开车 你去看 咋个我来 那会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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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这能开车上来嘛 上不来 那摇人这呢 这时候我做不出来 你说 哎呀 你这把这儿打 哈哈 哈哈 一会儿 你来你挣一会儿吧 你给你说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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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孩子们要是吧 我觉得就您这说三五块也可以 也也也也不算贵 您这两块真是良心价啊 它这个水现在算不是最最大的时候吧 这是最大的 这已经最大的了 哦 昨天配着吧 哦 呃 原来是呢 底下的小种它比较整高 哦 看来配杀了 这边今天给配杀了 哦 排杀就都黄了是吧 排杀就都黄了是吧 就是一扑一身泥 那什么 哦 一扑一扑一身泥啊 哦 那都看雨 可以好些人都看雨 哦 就是你老家 走着进去那下雨 下雨一样 对 现在走近了就下雨一样 那排杀是什么时候排杀呢 哦 不一定哪天就开始排杀了 哦 我一看那水怎么这么清澈的 黄河水怎么这么这么干净 哦 沉淀了啊 啊 终于到这个大坝上来了 这个是这个景区的西门啊 这西门是可以直接到这个坝上来 这不用爬 爬这个坝了 但是就离那个调水口是比较远的 哦 在这看一下吧 好 这个坝也上不去 不让进 就在这边看一下那个水库吧 这是大坝的这一侧的水库 感觉水还不是特别多 他应该就是为了那个熏漆来 然后把那水腾出去 这边的蚂蚁够大的 大的蚂蚁洞 那叫怎么说来的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其实非半天进登上的这个大坝 其实跟想象的还是不太一样 不如想象的那种感觉 然后那个黄河的泥沙 应该还是都在这里边沉淀 沉淀以后然后水就很清了 现在排的是那个排的是水 然后可能 过一段时间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开始调那个沙 就冲那个沙子 往下游冲 那个就是 会在那个 在在那个水边上看那个调水的话 就会借一身泥的 从那个西门出来了 从东门进的爬了大坝 然后从那个西门 景区的西门出来 坐了一个老乡的车 三十块钱 又帮我拉到这个东门的停车场 这样就省点事 我们太阳现在出来了 太热了 好了 这是黄河了 在黄河的这个桥 桥的 桥的这个南边是洛阳 然后桥到这边北边的就是济原 然后那边是小浪里大坝 然后那边是调水的那个出水口 那边一直流流流流流到山东东营就出海了 好